自杀的那些他们的忧郁症都是比较轻微的 很多人骂他就说你根本不配在阿摩阿摩里面 就因为你的这个样子 很像Cody讲的咯 心理素质要很强 不然的话你像Cody 吉米也有 然后刘迦也是有 其实有很多网红都有忧郁症 然后至于网红的话 我是觉得如果你们接受不到这种批评的话 你们就不要当网红 Hello 大家好 我是马来西亚男孩众兵宴 在我身边的呢 那就是我们的本节目的第二个嘉宾 是 第二个嘉宾 吉地能够的第二个嘉宾 来自我介绍一下 是 我是一个作者 一个导演 一个producer 也是一个youtuber 其实今天刚刚邀请他来呢 主要是讨论一个课题 可是在讨论这个课题之前 我要喝一口脉络 是 然后这个课题就不能说太多的笑话 因为有点严肃 有点稍微的严肃 对啦 本节目是由脉络容易呈现 哈哈哈哈 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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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我都可以 沾出这种组络有营养的节目 其实是这样子啦 因为 大家都知道 早前的时候 嗯 嗯 发生了就是 我们网络红人称吉米 对对对对 他就过世了 对 然后官方消息是指 他是 在家里面暴毙 心脏病去世 对 但是也因为这件事情 我们知道了另外一个消息 就是 其实他本身也是有忧郁症的 对 他曾经好像也是有自杀过 对 没记错的话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课题呢 其实 会比较 沉重 对 比较沉重一点啦 很多人可能不太敢 赶证是这个问题 所以我们今天呢 我们就想用比较轻松的方式去讨论 对 到底 忧郁症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 因为 因为很多人可能会觉得 忧郁症的人一定是沉默寡言 或者是 就是负能量写在脸上的 但其实真的是这样子嘛 以你读过 心理学的那个角度 其实 忧郁症有什么症状 这个也要介绍一下 为什么秉宴会请我来这边 是因为我是主修心理学 心理辅导学的这个科系 所以他就会找我来 就是想关于这个 忧郁症 对 忧郁症的话可能 如果是轻微的话 不至于 可能他是一段时间 可能 未必来 三个月的时间以内 我是说 一个星期以内 你会觉得那个心情就不是很好 嗯 然后他甚至会影响到你的生活 你的工作 这些的话 就证明是有一些忧郁症的现象 因为我们平常看到很多那种新闻 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的 嗯 就是他们的那个 父母或者他的朋友就是说 诶 我 他自杀前 我看他 你有任何一样啊 是 或者是他是一个很开朗的人啊 嗯 完全不知道他有忧郁症的这个情况 嗯 所以 是不是告诉我们 其实 忧郁症的人 未必 表现出很容易 可能 如果是说 自杀的那一些 他们的忧郁症 都是比较轻微的 蛤 不是很严重的 不是很严重 反而不严重 你会看到有些人就是可能我 post 一张照片 就 maybe like 呃 我要快乐 还是你看他表面上就是 诶 都是很happy的 但是他内心 或者是说他可能一个人在家的时候 就会有忧郁这种情况 其实这种反而是轻微 是哦 反而到之后就自杀 这个 其实他是轻微的 反而是那种 严重的就是你可以真的很清楚 就会看到他 就是没必来待在家 他就不想出门 你就很容易看到就是他真的就是 负能量真的是满满的 这个我觉得脑洞大改 你这个是有权威 真的 真的 我认同 因为我本身 因为我觉得这个蛮惊讶的就是 呃 真正 忧郁症很严重的人 可能真的是 不去自杀 可是他是那种满满负能量 一直在散步负能量 那种可能才是严重 那种才是严重 因为我本身就是有做辅导 然后也是有辅导过就是忧郁症的人 哦 他们会有自杀的冲动 但是他们同时也会很清醒 就是讲 他不能想太多 所以我之前的那个客人就是 当情绪来了过后 他就会出去外面走走 就让自己 那个 把那个情绪给弄掉 不过我觉得忧郁症 跟敢敢自杀是两件事 因为我觉得身边很多人 都 都想要自杀 都想要自杀 对 像我自己 我也觉得我有忧郁症 问题是 不敢自杀 所以 你有忧郁症 未必你会自杀 因为我觉得自杀也是一个很大的勇气 是 我自己也是 觉得我自己也是有这样子的症状 我自己曾经买过书 也看过忧郁症的这些症状 我觉得我是 符合了大概 百分之七十这样子 我曾经有一度就是很灰很灰很灰 你会灰到那种 你每一天都 不想出门 嗯 只想待在家里 然后 无精打产 对对对对 无精打产 你会那种就是从早到晚 你就处于那种昏睡的状况 对 然后你是真的是 极度不开心 不开心到你会觉得你的生理状况 全部都出了毛病 嗯 然后 真的是无时无刻都是对任何东西都很绝 我现在讲到头一点 对是真的是真的 对 那种情绪是你很难去控制的 就是有人跟我讲说 哎为什么你不要出去外面走一走啊 然后去吹吹风啊那样子 但是我就没有兴趣啊 对我连那个想出门吹吹风的那个心情也没有 嗯 然后我也觉得对我帮助不大 嗯 知道什么情况之下我才走出来 我反正觉得是因为工作 嗯 你突然间有了工作过后 你突然间找到了一个东西做过后 你一直忙于工作工作拍摄拍摄拍摄 你突然间就会把暂时把它 嗯 我不觉得忧郁症是一个可以轻易的 弄掉的东西 对轻易去掉的东西 嗯 它是一直在的 只是说我们可以暂时把它放在一边 我们去做一些我们想做的事 这样子我们要怎么判断一个人 到底是不是真的得了忧郁症 它有没有一个一个量化的一个指标 就是你的那个某某技术太低 嗯 之类的 嗯 这个东西是验不到的 就是它不能通过你的血液啊去验 你到底有没有忧郁症 当然我们是有一本书 就我们心理学 心理医生这边都有一本书 就是去看你的那个症状 跟书里面的这些稳不稳合 然后就是由医生来判断的这个东西 老实说 OK 这样子我们吃的那个药 其实它是起了怎样的作用 它是把我们的多巴胺提高吗 还是什么 它其实是 是否镇定你 就是让你不要太过去做一些什么事情 这样子 OK 这样子其实我们 能够怎么去帮助忧郁症的朋友 我们能够做出什么东西 因为很多人就是觉得 你忧郁症啊 你就想开心的东西啊 你就不要想那么多啊 这个就是通常都会成为是废话 对 因为每个人都知道 就是我也知道不要想太多 但是你要怎样不要想太多 但就是控制不到 但是就是 对啊 因为说的人是我 但是体验的人是你 可能对你来说 这件事情很大 对我们来说 你就不要这样子想就好了 这样子其实是不对的 在辅导方面呢 你就要有专业的人去聆听 去真正了解他到底要的是什么 如果是讲严重的话 就可能真的是要靠药物去治疗了 这样子你觉得 忧郁症的人怎么说怎么样的话 才是对他最好的 还是不说话就是最好的 就是聆听 我觉得聆听啊 我觉得这个世界上说的人太多 聆听的人太少 你觉得YouTuber 会不会很容易变成忧郁症 太容易啊 会不会是很容易 太容易啊 因为我们常常会受到很多人的攻击 对 我们是不是身为网络创作者 都是高风险群 是高风险群 因为我们就可能有十个留言 可能我们有一个留言是攻击你的 你反正就是可能会很注重那个留言 因为这是我们生理的那个构造 就是我们会对危险的东西 就是特别在意 对对对对 因为要保护自己 因为传统的艺人 他们不会直接接受到这么多费力 是 就好像如果你在电视机里面 拍电视节目 你没有办法及时上传你的那个 就是你的反馈 你觉得这个主持人很丑啊 你觉得讲话很差 我没有办法及时反馈 但是因为YouTuber 或者是FB直播 他是直接的 是罗罗的 就把那个评语打上去 是 所以就是说 很像Cody讲 心理素质要很强 不然的话 你像Cody 他也是有过犹豫症嘛 对对对 他自己承认好像是 对 吉米也有 然后刘迦也是有 其实有很多网红都有犹豫症 或者是说 就是被这种 人家骂 就说你不美啊 或者是 好像 邵琪好像也是有被骂过 你应该这样子讲 没有一个网红有被骂 对 就 就有很多人被骂 但是我们都ok 但是有些网红就可能会说出来 这样子 邵琪好像也是有说过 就是他被骂到就是 很多人骂他就是说 你根本不配在 阿摩阿摩里面 就因为你的这个样子 然后当然就是 会有这种很多 情况 所以就会让人家的情绪 变得很不对 其实我觉得网络 是一个 让人又爱又恨的一个平台 因为他 我反而觉得 那些骂你的人 才是最真实的人 好 因为平常 就像我今天看到你 我很讨厌你 我也不会说 欸 我很讨厌你 SK带你有空 当然没有啦 我第一次举个比例 我不会直接这样子讲你 但是网络上 大家就会肆无忌惮 可能就是那些 批评你的人 这些 都是他的真实感受 我反而觉得 这些批评 我可以接受 就是那种人 有时候有人会在留言 讲 你唱歌很难听 然后你 样子很丑 我反而这些 我反而可以接受 但是有一些是 他 刻意去攻击你的 我会比较难受 就真的 有一些 人是 他专门follow你 订阅了你 然后每个影片 你一发布的 攻击你 第一分钟 你就看到dislike 然后你看到 前几个留言 就开始在骂你 然后他几乎每个影片 都在 可能这种人也是心理有病 然后就是出来 发泄 反而这些 搞不好他自己也有犹豫症 他就是靠那种 发现 对啊 就是你听我说话 所以我就说一些特别的东西 吸引你来注意这样 好啦 最后你有什么想呼吁的 如果是犹豫症的话 就是真的是要 尽早的就是 被发现 其实这个跟很多疾病都一样 就是讲要被发现 就不要修设于 就是不去求医 对 因为如果讲马来西亚的话 老实说 我们都会认为这种东西 是神经病 所以就反而就不会去正视它 然后至于网红的话 我是觉得 如果你们接受不到 这种批评的话 你们就不要当网红 对 真的 因为这种事 真的 我觉得双方面都要进步 不要把所有的责任 推在那里 就好像 就好像你不能跟一个人说 你接受不了校园罢 你就不要当学霸 谁见你这么优秀 所以很多人都欺负你 其实双方面都要努力 就是我们 身为网红的 一方面要提升自己的心理素质 但是我们也是同时间 也是要教育那些 不要为了骂 就好在这个视频底下 我知道现在看着的你 肯定 我看下面留言有谁在骂 一定会有dislike 一定会有留下负评的人 那我真心希望你是因为我们的 不认同我们的论点 而留下评语 而不是单纯 为了 为骂 好 我们今天的这个访谈就到这里 咦 然后呢就记得订阅 SK蛋的这个频道 这个频道 就是兵燕正兵燕 然后呢 如果你下次想要见到什么嘉宾 也可以告诉我 是 还是你要我再上来多一次的话 对 你很想要上来 你也可以告诉我 对 然后欢迎各行各业的人 未必是YouTuber 嗯 如果你觉得你自己很有趣 你也可以上了我的家 是 好我们下次见 拜拜